西港島未通車 小店老鋪率先 這些山貨店通常賣日用品 山貨通常是取資山上的東西 例如一些竹、木等 以前很多竹掃把、椰皮掃把 一些其他線都賣到 他們在西環暗立三十多年為不少街坊服務 不過隨著西港島線通車 加租狂潮殺到 這些小店也陰謀在狂潮之中 好像是自治物業的抗林記 負責人礦太說 同一條街有店舖之前賣二千萬 他自己都說通車之後可能會賣店 另一間在皇后大到西的山貨店已經倒閉 老闆說業主大幅加租 加上年紀大所以決定不做 除了山貨店 一些傳統省外都難逃一劫 由阿爺基阿爺那一代開始在廣州造精龍 來到林沙已經第五代了 這間店也是西邊街開作五十多年 地鐵通車來說影響必然有 主要是租金可能會上升 困難一定會有 必要時就搬走 可以搬到這裡做 無所謂的 雖然老闆一念無所謂 不過他就說這門貧林失傳的手藝 都不知道怎樣傳下去 要成全的還有香港的歷史建築 其實它出現的原因是因為香港其實以前1894年就有一個瘟疫 因為瘟疫促成了香港很多衛生的設施要建立 這座有百年歷史的公共浴室是西區的地標來 見證著香港的公共衛生歷史 不過它未被評級 隨時會有被測的危機 查實西區的樓價越升越高 一間港鐵站出口附近的地鋪 03年賣295萬 去年已經升到19萬 近日再轉手已經升到2960萬 有地產代理說 西區舊樓收購都加劇了 與其通車之後 區內樓價會再升 四十五千項 一零一一院 三十五百年 歷史 représent Lift